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在这个过节期间,大家有个事儿比较热 这个热的是什么 说这个华为它这个也设车嘛 华为的自动驾驶 它进入了一个问界的这个车在销售 而且销售的话呢,非常好 大卖,对吧 大卖的话,它迅速的呢 可能能达到五万辆的销量 你要知道这五万辆的销量啊 是非常重要的门槛 这个重要的门槛呢 我们可以看呢 就是这个车的话呢 实际上是赛利斯的车 它里头的电控自动驾驶这一套系统 用的是华为的,对吧 然后这个赛利斯的股票大涨 然后其他的跟华为有关的啊 这些华为概念股这些股票 全都过完年以后呢 大涨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呢,涨是喜人 对于这个车的话 到底怎么样,对吧 像这个,我们在说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我们说了很多层面了 其实在这个里头啊 有人不是扣我帽子 说我这不支持这个什么电动车 不是说不支持电动车 也不是说不支持国产的品牌 只是说你电动车的话 你的优劣啊 你得仔细去比较 你不能变成什么 你那个电动车的话就是绝对的好 绝对的呢 一点缺陷都不能有 这样这个话呢,说起来啊 那就是说的违反科学规律了 对吧 他这样这个好与不好干什么的 实际上是全方位的去看这个事 看它的影响 你像华为的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前面其实是评述过的 说华为你要造车 它最好的是什么 它做起一个生态来 而不是它自己呢 完全生产车 这个呢 实际上等于是第一家的 那个车企呢 用了华为的这一套方案 它的那种一套呢 这种电子方案 以及呢 它跟电子有关的这个生态环境 它实际上这个事呢 它以后的话 可能会还会有更多的车企 加入到这个平台里头来 变成华为的概念 我们一直是这么讲 说你这个汽车啊 你那个 如果你完全是你自己生产车 那么其他人的话呢 可能都不加入你的来 它就没有一个生态了 对吧 就是说所有的软件 不能给你自己开发 但实际上这个车呢 对在车的部分 还是赛利斯做的 对吧 而且呢 我们其实要仔细注意一下 对于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影响啊 华为的这个电动车采取的方案是什么 它不是完全纯电池的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 它要有增程器 它增程器和这个混动还不一样啊 混动是什么 它这个你的动力里头 它既有电机 它也有油机 这个增程器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实际上是里头啊 就是你真正驱动的时候 还是唯一的这个电机 所以它这个事可以算纯电动 但是呢 它这个电池啊 并不那么大 它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加了一个油的发电机 所以它的这个增程器啊 这一弄了以后的话呢 你让一说续航的话 可以到一千多公里 对吧 而且有了这个增程器 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它增程器的驾驶呢 它的百公里号有五点几个 显然比很多车呢都少 它为什么能少呢 这里头啊 虽然你要分析它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你这个电动车 它为什么后来的话呢 叫全电化 你包括这个飞机 全电飞机 包括呢 下一代的 或者下两代的战斗机 其实这个全电飞机的概念 在全球都在研究啊 就是说 我的这个飞机的话呢 我用油发了电 然后再用电的那个呢 去驱动 它不是说完全的是那个电池 好多前电飞机的话 你用电池的时候 它的功率密度不够 所以它就要用油发电在做 然后呢 它这样变成全电了以后啊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们的话呢 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它就是说变了全电以后 它就是说 你现在华为搞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里头啊 你用用这种弱电的 这个智能的去控制电机 可以非常的准确 可以读到什么 不是毫米级 是微米级啊 你要让那个电动的智能的机器人 它那个私服电机 能控制的非常准 让它不是说转一圈半圈 是转多少角度 多少弧度 还不是说度 转多少弧度 它都可以控制的 能控制的非常的准确 你那个运动啊 干干什么的 但是你要用油机的话 就燃油的那个发动机 做不到的 所以它的话呢 它把它变成电池以后 它变成那个电动机的时候 它可以精准的控制 所以什么呢 讲它自动驾驶啊 它精准的能控制这个方向 第二的话呢 它那个电机和油机的差别是什么 那好多人说起那个电机的这个加速啊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它通过发电电池 它可以是什么 让你工作到一个非常理想的 这个燃油能效高的阶段 你要知道使用这个燃油机的时候 它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功率适应范围很宽 但是它一旦在低速或者高速的时候 不是它最佳工作范围的时候 它的油耗会大幅度增加 这是燃油的特点 你要用电机的话的特点什么 电机是有额定功率的 就是它在额定功率下它挺好 在非额定功率下 它长时间使用电机要坏的 但是呢 它可以短时间过载 好多人去炒作说 这个电机的这个电动车的加速非常好 它都是采取的什么 就是叫做短时间的顺时过载 第一它可以顺时过载 那么的话呢 你可以弄出一个好的性能来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低速的时候啊 那个电机是低速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因为它低速 它的功率就会有变化 而且它相反 它低速的时候它的扭矩大 显得挺有劲 低速的时候呢 电机的扭矩会增大 它就等于你同样的功率嘛 F乘你V 低速的时候V下来了 F大了 它那个扭矩增大 是这么样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你在那个刹车的时候啊 它那个电机可以变成发电机 它可以用刹车呢 那个时候的智能的耗电啊 它这现在的电机控制都是非常好了 它在刹车的时候 它相反 它可以发电 你像油车的时候 刹车的时候 它就磨刹车片了 那所以你在城市里走的时候 这个耗费完全不一样的 刹车的时候 它是可以充电的 这就是它的这个各种的优势 然后呢 其实这个电机的那问题什么 现在大家都知道电动车 好多事卡在电池上 电池呢 好多事这个低温很难 你看华为这个方案啊 它有一个增程器 有一个呢 发电机 燃油的发电机在这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有热源 可以跟大家讲 它有了热源以后呢 它就可以 你在冬天很冷的时候 它保证车里有温度啊 大家要知道 车呀 再低档的车 它都是有暖风的 你真到时候说 那个你没有空调 没有冷风 你开个窗 司机还可以 你真要到那严寒的时候 没有暖风 你就知道 那你要北方的严寒的时候 那你那个开车啊 手脚反应啊 冻得你麻木了 什么的 你开车是要有问题的 你是受不了的 所以它这个空调起不来的时候 你要烧电炉子 那你这个费电费得很啊 非要有人说 很温馨的说 这个现在高级的设计 它都有什么电池加热 什么这个那个的 还能低温启动 你看看那个空调 低温启动 都是要热服啊 所以这个事 它有一个自带的热源 所以你真在那个低温的寒冷地区 它是好用的 所以它的采取的方案 它是很清楚 它这个方案呢 你当然你有增程器 多一个增程器 多一些那个负载 它肯定是成本会贵一些 但是现在呢 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车在中国啊 很多豪车卖的贵 它不简单 那是一个制造成本 因为什么外国的人工也贵 批量也少 然后同时进口的时候呢 关税25% 再加消费税40% 你再加增值税17% 不是17了 现在降了 13% 你算算吧 那个到底多少 大家心里清楚 对吧 那一下就翻倍翻出来了 再加上他们的国外那些极贵的人工 然后用手敲一辆跑车给你 你说那得卖多少钱 它不是说那种成本的贵 它是各种的营销的其他的成本的贵 所以这些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你只要真正看呢 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你只要上了批量 然后呢 像华为这样的话呢 更更重要的是什么 它只要做了这个汽车的这个自动驾驶以后啊 它很容易在下边延伸到什么呢 延伸到下边的车规芯片 其实车规芯片我一直认为呢 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芯片行业啊 非常重要的发展点 为什么我今天要说这个事 主要讲的是车规芯片 因为车规芯片的那个要求和你的手机的芯片不一样啊 你的手机的都是工作在体温下的 你基本上揣在那什么 车规芯片它要求的是什么 温度高的时候要到70度 太阳直射的时候 温度低的时候到零下40度 范围非常的宽 而且呢 你一旦上到车规芯片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你的可靠性 比你手机的可靠性要求高多了 你手机的可靠性的芯片出点故障 重启一下手机没有问题 你车里头如果是有这么多芯片的时候 你重启一下车 那是什么问题啊 所以真的你要知道 这个电动车里头啊 那个还有一套很卡脖子的地方 就在它整个的车规芯片 芯片在车里的占比 大幅度增加 大幅度增加的时候 你曾经有一个拆车的视频 你看看那个特斯拉 马斯特的那个汽车的电机 打开里头全是芯片 它那个大幅度的增加这个芯片的使用啊 只是这个芯片的使用 现在美国没拿这个部分卡中国脖子 为什么不卡呢 它因为它要求高可靠性 高可靠性的时候 它不能做特别细的刻线 所以车规芯片的刻线 普遍在40纳米以上 那就意味着什么 这光刻机不是卡你卡脖子的地方 相反呢 这些高可靠性 高工作范围的芯片 它好多说要用特殊的半导体材料 中国的夹呀 褶呀什么的 这些材料相反是在中国手里 知道吧 所以它不说话 你知道吧 其实这个赛道的话呢 其实应该啊 大家都关注一下 其实这个汽车里头的话呢 尤其是电动车里头 它芯片在整个电动车的价值的比例 比油车高多了 而这个芯片里头 怎么样子真正的呢 更多的国产化 中国把它都拿下 而且这个的话呢 是比较容易拿下的 其实我们说的话呢 好多人就扣着自主品牌的帽子 不是简单的自主品牌啊 你要电动车 其实在中国高端 不是还有特斯拉吗 电动车的补贴 特斯拉还拿走好多呢 你把这几个对起来 对吧 你那个燃油车的话呢 其实现在有些燃油车 我们自主品牌 燃油车做的也很好啊 你要好多事啊 全方位的看 你从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 其实这个芯片领域 中国能做下来 就是说你芯片领域的话呢 它在自动驾驶 你能起来的时候 下边马上就是车规芯片的事 这个比你其他的这个 你能不能那个制造啊 要更有意义 而且你这种车规的芯片 那种高可靠性的芯片 做出来以后啊 它马上的话呢 你对其他芯片产业去支持 而且还有一跟大家讲 高可靠性芯片啊 都是接近于各种军工芯片 你这各种军工 各种武器 你不能说全是办公室环境 那是高可靠性芯片 你要知道了这个呢 就会知道在将来 比方说中美战争啊 干什么的 这些军工芯片会怎么样 那都是完全不同的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